美国的业绩期 现在正是美国的业绩期 每个星期翻出来的数字 都是超乎市场预期的 如果截至上周五最新的数据反映 现在都89%的公司公布了业绩 如果我们以标普500去计算 市场预期的比例比较好到87% 五年的平均大概是75%,即是高很多 你会怎样去看这件事 究竟我们支持美股这么高的估值 都是看它的盈利的后座能力行不行 那这一部分你会怎样 我觉得第二季 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些是增速到一个顶位 因为都是刚刚我说的那些利好的消息 其实都差不多过了 而刚好现在大家都在准备另一边的 就是下半年的一些部署 譬如可能怕通胀会影响一些公司的盈利 第二个就是联储局收税 这件事会吓死市场 所以反过来就是在这两个比较 有两个不同的主调 开始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第三季的业绩 增长未必会去到那么大 所以如果那个 如果那个股价还继续走下去 就是一个真是 就是现在都已经比较贵了 会一个是非常之危险的水平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这个说法另外意识到你想带出的就是 我们接下来在业绩方面有机会更加分化 就是有些行业会比较好 其实陆陆续续都有不少公司都说会调低少少今年的预期 所以大家就看着 但是股价就好像你这么说 就是好像不是很跌倒下去 股源又买回 是的 所以就 我想就是如果当收水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一说联储局有个时间表 减少买差 可能那些东西就开始来了 所以就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要找一些比较适合这个风向去投资的办法 我看到譬如很多投行 出了业绩之后都会做一些盈利预测 亦都因应回来看管理层 对于未来几个季度的看法 至今就在reway那条路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我见到很多 譬如年头或者第一第二季 很多大行见到出人业绩 就不行就其实会deway 但是其实现在是不停reway上去 就是将盈利的预测是不停向上调的 那股源如果我们用这个测试去选股 那又是否合理呢 就是资讯科技你刚才就说 可能会要小心一点 是吧 但是当然它现在超过市场预期很多 93%出来的公司是Bit的 那接着那些呢 譬如医疗、金融、消费 就是按着这些的有哪些可以选择呢 譬如我自己觉得挺看好的 反而是医疗版块 医疗版块其实也做得很好 但是其实你看回它的医疗版块的回报 就比起标普好像差一点点 之前了 但是这几天就追得回 但是我觉得这个版块挺好 第二个就是我挺喜欢消费版块 消费版块当然就很大 但是我觉得在里面 大家要找一些真的对通胀 是比较没那么大影响 特别是对盈利 第二个就是 如果大家觉得 经济复苏是会好的话 他们也可能有机会可以去享受到 这个经济复苏带来的 重启的 对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两个版块比较好 防守性都比较强 所以特别是 你看到科技指数 就是科技股 我就觉得暂时可能不要尖手 我觉得 是 完全不是 这时候 是 女生 此后 是 我 你